20万预算你想入手一台BBA级别里边款式比较新的车型 奥迪S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车就跟人一样 多多少少它也有优点 它也有缺点 这么一台奥迪车型你担心它烧机油 这个烧机油如何去解决 然后你应该用多少的预算入手这么一台二手车比较合理 你入手时候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 今天好好带你们安排安排 为什么说奥迪S这款车款式比较新盈 因为宝马三系在当时是13年做的改款 奔驰C级是14年末做的改款 这台奥迪S是16年末才做的改款 所以说你相对于20捆这么个预算 A4款式比较新盈 然后这台车改款之后都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 然后它的优点和缺点都在哪里 跟着我的视频慢慢看吧 17款的奥迪S4L整体的外观呢更加硬朗了 之前是比较圆润的那种感觉兄弟们 但是我个人眼光看的话 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新款的 之前那款虽说圆润吧 还大气吧 但是现在年轻人多呀 像我这种18岁刚出头的年轻人太多了 所以说这种17款的奥迪SR的外观 能给我们这些年轻漂亮的男士们眼前一亮的感觉 然后这台车的内饰呢 也造比老款好看很多啊 兄弟们 奥迪玩科技 但是吧 从这一代开始 奥迪开始逐渐向操控运动这一块发展了 所以说这个内饰吧 我个人认为中规中矩 但是要造比上一代还是好看 然后整体的一个内饰呢 电子挡把液晶仪表 各方面的按键呢 阻尼感都不错 然后空间座椅这块也不错 但要是对比同级别来讲的话 我个人认为奥迪SR的这个座椅有点薄 做起来略微有点硬 你要是长期开高速开长途 你的腰可能会受不了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这台车的后排 作为一台长轴的BBA的B级车 它的后排的表现比较不错 中规中矩也不长也不短 完全够用 然后中间呢有一块凸起 这个是正常的 BBA车型它都有 因为这台奥迪SR它也有四驱的版本 所以说它中间凸起了那么一块 是为了装传动轴的 说到这兄弟们 你们觉得这台奥迪SR的内饰这块 你们满不满意呢 虽然有点简陋啊兄弟们 但是吧我感觉还行 你们感觉咋样 其实这台车对于我的印象不算太深刻 奥迪SR这款车型我收的不多 但是今天这台车印象深刻 为啥 看见这个大铁片子没 原车主给这车加装了这些不该 在这台车上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这种装饰啊 我建议大家 如果你们买车千万不要装 太low了 你说这东西 你装上去一点都不协调 缝隙还很大 你时间长的缝里全是灰呀兄弟们 讲完内饰这一块 最后呢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经验啊 奥迪SR这款车 它也有一些内饰里边的通病 你就比如说它的音响喇叭 它容易破音 它那个纸片子容易破 所以说有很多的一部分奥迪S 就是17款的车型 在我修理厂换过全新的喇叭 我不知道这是因为没有老款的质量好呢 还是现在奥迪的品控下降了 所以说这款车到底好不好你们自己品 然后接下来我给你们讲 这台车的动力总成这一块 它有什么优点和缺点 17款的奥迪SR 它搭载的是第三代的EA888的发动机 这台发动机优点咱就不说了 缺点咱来说一说 就是家喻户晓的机油损耗 俗称烧机油 这个东西如何去避免呢 其实没法避免兄弟们 很多人是否听过这样一句话 往往你的车大众奥迪的车烧机油的时候 你去私爱店问那些销售顾问或者是售后的一些人 他会不会给你来一句 好车它都烧机油 马力大的车它肯定烧机油 你这个烧机油很正常 如果你信了 那可能你就会变成一个大聪明 其实这个烧机油是怎么来的呢 兄弟们 它是奥迪它娘胎里带出来的 咱不只是咱国内的奥迪大众烧机油 人德国本土的也照样烧机油 你全球性来讲的话 世界上所有的大众奥迪它都有机油损耗 毕竟它厂家说明书里明确写的 这台车机油损耗算是正常 这个没有办法兄弟们 然后如果你们是大众和奥迪车型的车主的话 你也不用慌 这个东西啊 也可以避免 也可以减轻 再就是现在水浅王八多 遍地缩车哥 机修哥 修车哥 你们也可以上网搜一搜 怎么避免 怎么减轻 虽然很多一部分都有坑 但是吧 也有那么几个说的对的 这台车减轻 烧机油 唯一的办法就是 用好的机油 然后定期清理积碳 用好的机油咱都能理解 然后清理积碳这一块啊 我着重给你们讲一下 你用那些添加剂啊 什么燃油宝啊 这些东西效果不大 你效果太好的话 可能那个大颗粒的积碳掉下来 直接把你钢壁就拉伤了 就拉钢了兄弟们 拉钢完之后你就得大修了 烧机油更严重了 所以说在清积碳这一块 咱们应该如何选择呢 首先干冰其次核桃杀 干冰如何清积碳呢 它清理的是哪里呢 主要清理你那个活塞上面的积碳 就是你燃烧室里边的积碳 用干冰就OK 核桃杀呢 主要洗气门室里边的积碳 干冰也可以清洗气门室里的积碳 但是干冰这个设备按现在技术 还有条件来讲的话 设备比较贵 很多修理厂没有 你包括我的修理厂也只有核桃杂 所以说燃烧室里边的积碳 我的修理厂是洗不了 但是别的有实力的修理厂 可能进个几十万的干冰设备 或者是现在也有便宜的了几万块钱的干冰设备 它也能清洗 所以说清除积碳最有效的办法是物理清洗 而不是机修哥们 还有缩车哥们 所谓的那些添加剂进行去清洗这些积碳 添加剂有用吗 有用 但是效果不大兄弟们 你征召积碳特别多的时候 你这个添加剂你得用多少 你才能把积碳清理掉 有些是温和的 温和的添加剂可以用 温和的添加剂只适合你这台车 新车开到两万公里左右开始用 一直往后定期用下去 这样有效果 你如果一台车 比如说你买了一台二手车 你不知道之前这台车的工况 你用这些添加剂没有用 你入手一台二手车 首先要去下个内窥镜 拆开进气道 看看里边积碳是多少 再进行对应的一些治疗 其实跟人看病没啥区别 车这个东西你得望闻问切 再进行下一步 你说你天天看那些人 卖这个添加剂 说这个添加剂好 那个添加剂好 你加进去有效果 那不就是想挣你兜里的圆的吗 兄弟们 所以说有些时候 你就别听他那些胡说八道 有效果肯定是有 但是对你的车有没有效果 他也不知道 你想想他在镜头里边也看不到你的车 他能知道啥呀 对不对 就说你买回去你用吧 肯定清积碳 是能清积碳 能清多少 还是给你大颗粒清一下来 给你干拉缸了 谁都不知道 所以说物理清洗这些积碳 能避免你这台车烧机油的几率和概率 还能缓解一下的 如果你是拉缸了 你只能是大修 如果你这台发动机报废了 你只能是换发动机 但是呢 换个发动机 他费用也不高 现在你要是在外边 可能两魂左右 你就能安排一个新的 你要是大修的话 一魂左右 也能给你修得明明白白 但是很少有人走到这一步 基本上你要是定期好好做保养 对你的爱车好一点 是吧 你这台车也能让你满满灯灯 让你省了不少钱 所以吧 兄弟们 不要太过去恐惧奥迪和大众烧机油这个问题 他既然有销量 销量而且还那么好 说明啊 没有那么严重 往往说这个烧机油很大 众不能买奥迪不能买的人 他都是骑着自行车啊 看着你们开大众和奥迪的 并不是真正的车主 真正的车主 在体验过奥迪和大众那种逮劲的感觉之后 这些问题他就不是问题了 你们不要以自己的眼光去评判别人的想法 别人的爱好 别人的喜欢的东西 别人喜欢的是别人喜欢的 你喜欢的是你喜欢的 不要拿你的眼光去看待别人 我喜欢干啥 你管得着吗 是不是这么个脸 所以说互相尊重啊 多一点正能量 有那些时间不要去当键盘侠 你想想这些开奔吃宝马奥迪的人 钱是怎么挣的 你有这些功夫 多专业专业怎么挣钱 才能让你的生活更加美好 今天就到这 如果对这台车有什么不懂的 请去下方留言 对了 这台车现在的行情 17款17年上牌的 这么一台奥迪SL 收车行情20左右 如果你在车商手里 安排的车框不错的 2023亏 就是这样 因为啥 因为现在奥迪断心了 谁知道他断没断心 可能是饥饿营销 也没准 拜拜下课 明天见